国不可一日无君 我此来不是为了自己 一定要向皇阿玛讨一句话 大兰 这是康熙与大清江山最岌岌可危的时候 康熙私自出宫 一妃为稳定局势谎称康熙闭关 而太子却死急而动 试图戳破一妃谎言 将康熙取而代之 一妃深知 仅凭自己一人之力无法阻拦太子 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将那些没有龙子傍身的嫔妃给叫到了跟前 乱 要乱大家一起乱 我早想过了 不乱 谁也过不了这一关 一妃的劝书之词大概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 小之以情 她先是真诚的跪下道歉 姐妹们 我给各位请罪了 姐姐 这可是不得 这话怎么说的 弄得紧张兮兮的 姐姐我平日里爱沾个高枝 大大小小的事 有想不到的 望看在都是伺候万岁爷的份上 多多原谅 一妃一向高傲 这么一跪一泄罪 将众人给吓了一跳 当下不管是虚行还是假意 分分大度的表示 往日种种都是姐妹打闹 都没放在心上 一听这话 姨妃立马进行第二步 动之以礼 只要万岁爷在 咱就是天天能见面的姐妹 对下人 咱就是当今皇上的妃子 要是万一 太子他要是继位了 那咱就是退入冷宫 许是再也见不着面的太妃了 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被惊的瞪大了双眼 姨妃也没打算继续藏着掖着 而是直接掀开了康熙闭关的帘子 随后姨妃便将前因后果告诉了他们 当然姨妃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强调现在情况危急 一旦太子发现其中蹊跷 天下必定大乱 而他们身为后宫嫔妃 下场只有一个 早上我们还能聚在一起 还是当朝的妃子 到了晚上 可就要被打入冷宫 去当太妃了 众人顿时被吓得六神五种 盲问姨妃有何解决办法 姨妃当即表示 一人之力终归有限 还望众姐妹齐心过关 自己的事咱们不守谁守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先天天地解决的能复 好 那我就拖个大了 姐妹们把椅子摆开 咱们什么也不做了 静等着她来 很快 太子就大摇大摆的 来到了姨妃等人面前 太子见对方人多 便来了个先礼后兵 她先是恭恭敬敬地请安 随后才开口询问 各位额娘 皇阿玛可好 不知道 皇阿玛可有话留下 不知道 皇阿玛可在 不知道 额娘 既然你一问三不知 那别怪我要与皇阿玛见面了 太子 太子的脚步一顿 但太子终究是太子 他立马调整思绪 以国不可一日无君起压 姨妃不甘示弱 故作镇定地回怼 你真的以为你皇阿玛不在关内 我们这么多额娘会齐了心跟你说谎 我的话你可以不信 这么多额娘的话 你也不相信吗 我要看 真看见了又怎样 你就不怕你皇阿玛生气吗 想到康熙的雷霆之怒 太子怂了 姨妃则顺势给出台阶 看得见看不见 江山都是你的 他们急 你也急吗 对着关口说句话 走吧 太子已经因着急上位 被废过一次 如今若因闯关仪式 再次惹娜康熙 那可就真的登基无望了 于是他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放弃了闯关的念头 可这事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仪式 与妃又该如何走接下来的路呢 姨妃十分犯难 可众姐妹此时已经乱了手脚 哪里顾得上细想姨妃的话 他们只知道 姨妃经常陪康熙出宫 外面的事比他们知道的多 所以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姨妃身上 姨妃见众人恳求 也只能暂时先答应下来 可出宫又谈何容易 更何况宫里的事 又该如何解决呢 思来想去 姨妃决定先将此事 告诉屡次救驾的亲官于是龙 于是龙先是一惊 但紧接着又犯了难 这关他倒是有胆子守 可康熙闭关在后宫 他一个外衬长期滞留后宫 余礼不合 这我倒没想到 三嘚子 哎哎 你说 怎么办 咱医官 往哪移啊 男书房 姨妃瞬间反应过来 询问法印 能否以后宫阴气太重 于修行不移 唯由一官 在得到法印守肯之后 于是龙便着手 办理了一官一事 太子等钟阿葛 看着玉年一点点靠近 轻不自禁地又动了心思 这次难道不是机会 太子请谨慎 大哥 他们要是党教相关怎么办 那就只有动手了 万一黄阿玛真的不在宫中 那咱们的日子也就当头了 为首的三嘚子 法印于是龙 三人自然知晓 众阿葛的心思 他们谨慎地护在前方 只等太子一有行动 便立马阻拦 黄阿玛 太子 跪下 太子无礼 太子无礼 都不必紧张 我之前和黄阿玛 太子见众人谨慎小心 当下也不敢硬闯 只是以说话为由 不停地往前挪动身子 先里面迟迟没有动静 太子猛然起身 儿子想要见黄阿玛一面 退下 万岁闭关 任何人不见 退下 想见 谁敢拦我 里面端坐地替身小桃红 适时扔出一把上方宝剑 立马将太子吓得贪软在地 三嘚子则立马代为传旨 上方宝剑在此 为胜意者赶 儿臣莽撞 忘华阿玛原谅儿臣 思念之心 过于智力了 在太子退下之后 一官之举 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那么一飞出宫之后 又该往何处去找康熙呢 恰在这时 三嘚子在南书房的宴台底下 看到了康熙留下的小纸条 欲穷远目尽 旷渺有无中 愁烦谁能问 日日煎熬同 呃出门做百姓 一记万事功 若要寻花境 登台过千松 一飞在于是龙的帮助下 瞬间猜到 康熙这是去了山西 目的是躲清闲做百姓 一飞也顾不上埋怨 立马收拾行囊 带着三嘚子法印 小桃红三人 出宫找人 可一飞做梦也想不到 她在这边急得 寝食男安天天落泪 康熙却已经有了新的美女陪伴 过得好不快活 这边都是中 准备不不上